大家有没有往前往后场推特别慢的 就感觉后场球每次从对手一打过来 我就只能这么打 首先大家要注意一个点 对手打球过来 我们第一个反应 不是看着球多高 看到球来了 我就只想接球 你没有步法这么接球 对不对 我们往后场的时候 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要侧身 侧身的话是转宽 不是迈腿 是转这里 身体要转 因为你宽关节转了 你身体要转 不是这样往后退 身体一定要对着球场的侧面 对着球场的侧面以后 我们身体重心压住以后 好 并不再起跳 是不是就快了 我们转身和往前走 加速启动的时候 重心都是没有起伏的 都是长时间的是压住的 如果要防守的话 还会压得更低一些 上手的时候是会平着走 在下面的时候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主动跟被动的一个区别 一个在上面 是这样平着走的 一个是更要往下压 是这样走的 往后退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侧身 正手这边 如果你是突击的这种 可能会不侧身 如果正手是主动的 还是一般都是侧身的 头顶这边 你不侧身 你就非常难打 头顶这样子痒 痒多了 就要一定会疼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非常重要 就是这样子痒多了 现在是这样子痒多了